Money 拍攝年歷寫真 攝影師指導知識 但仔細看 主角不只有藝人 旁邊多了一隻 兇猛的哈斯里茵 你不要走太遠喔 不會 不會 真的可以嗎 可以 絕對可以 好不容易喬喬角度 攝影師把握短暫機會 猛暗快門 而地點就在 既有著名的海客館朝近公園 五樓飯 六樓飯 六樓 對 很好 寫真拍攝地點 包括要塞司令部 國門廣場 及朝近公園等觀光景點 不過要和猛琴一起拍寫真 可沒這麼容易 轉過去你屁股就 一塌屁 不用 這樣對不對 好 那我轉過來 好 好 好 不用怕 這門開 他其實很可愛 但是 你自己出色 那你要趕快回來喔 攝影師說 這些猛琴身性靈敏 警覺性高 如果沒有相處培養情感 很難和平相處 我們拍動物其實都是單拍 那或者是拍模特兒 或者是冷相的時候 也都是分開來拍 那這一次把這樣的一個題材做結合 就是會有一定的難度在於 要捕捉到某一個瞬間 非常推薦大家在春節期間 可以來我們基隆走訪 因為基隆除了有一個非常特色的美食 還有海鮮 那還有這些國際級的一個觀光景點 那還有我們剛剛老鷹 其實我覺得他是身為我們基隆市 最佳的一個城市代言動物 個性活潑的議員許諺池 兩年前競選期間 推出了個人寫真書 甜美外型 口售好評 當選之後 經常為了行銷基隆觀光 在臉書分享訊息 這次大膽挑戰 找來了猛禽 合體拍年曆 連專業的事主都說 膽子有夠大 她當初請那個朋友 她說跟我聯絡的時候 我還真的有一點疑惑 說說實在 原質這麼高的美女預言 想來跟老鷹互動 這真的是 也是一種很不錯的想法 畫面真的是仰賴攝影師的技巧 因為她穿越要拍到這畫面 其實就大概不到一秒的時間 那你擺這個動作很快 那老鷹飛的也很快 她飛過去大概真的是不到一秒 所以你要捕捉到這個 臉在微笑 然後老鷹同時穿越的畫面 真的是要仰賴攝影師的技術 而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會在想說 她真的會真實穿越這個地方 還是會先發我的頭這樣子 沒有 她就盯緊了她要捕捉的獵物 其實就很精準的穿越過去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被她 就是脆刺到 日前才有民眾發現 站在金融一二路上 遠眺可以拍出類富士山照片 這個景點一炮而紅 現在又有觀光年曆發行 學慈表示 這個意賣所得 將捐給高齡長輩 既富又關懷協會 不僅能夠行銷金融 也能夠做愛心 記者 黃少鳴金融報導